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溜了六台机 大家好我是芒果 这是一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对局 上次我说了我玩大副必招鬼 还有很多小鸡不信的 今天我就让大家见识一下我这个招鬼体制 大家看啊我要开始修机了 看到没有 只要我一摸鸡监管就来了 我就问一句还有谁 赶紧躲起来 但是其实躲起来也没什么乱用 玩监管的基本都知道 求生者会躲在什么地方 我咋 哎呀没想到这监管居然这么头点 也不看一下板子后面有没有人就敢冲过来 他现在肯定很生气 那么我这波拉仇恨也算成功了 这也是我最近没什么喜欢玩大副的原因 因为容易招鬼啊 而且只要我招鬼基本就赢了 啊啊啊啊 我错了大哥 妈呀经过刚才那波杂头 他已经学聪明了 两过板子都用完了我赶紧溜了 但是这蜘蛛有点让我看不懂的 他怎么还不用蛛丝加树呢 难道他觉得 即使不用蛛丝也能抓到我 这也太猖狂了吧小火鸡 难道他忘记了 我还有两个怀表没用吗 嗯 好吧 他终于忍不住架死了 赶紧溜啦 开始了开始了 我看到他的风狗一束了 我得赶紧找板子护底啊 我咋 哎呀幸好我提前找板 不然这刀铁定要吃了 既然他开始认真了 那我也不能进敌啊 技能用起来吧 不然待会就带着怀表去世了 哎呀这里看到的箭矢了立马斩板 嘿嘿打不到 接下来就要转机大房了 进门先找板来一下 哎非常的细节啊 不然凭蜘蛛的风狗一束 我根本没有机会上二楼啊 趁他踩板的时间 我已经拉给很远的距离了 也有足够的时间 去翻前面那个窗户 好翻出来了 但是没有翻窗间 说我有点亏呀 蜘蛛出来之后 肯定会在楼梯架丝的 所以不能顺着楼梯下去了 直接跳下来 因为刚才我没怎么留意队友的位置 所以不敢贸然转点 他干扰到遗产局 所以我打算再大房再要一圈看看情况 这里踩了一层丝 但是问题不大 我再又踩了一层 完了完了 这些问题就到了 要是外面还有蛛丝 我就可逼了 下面有蛛丝 不能掉下去了 没有硬着头皮走楼梯下去了 大家发现没有 到这里我已经溜了四台机了 只要再坚持一台就五台了 这个位置不太好溜啊 看来我的第二个怀表也用掉了 但是我没想到 我刚用怀表 先知的鸟就放出来了 哎呀 这有点浪费啊 我一直没叫鸟 那证明我还能坚持住嘛 对吧 可能是队友太担心我了 不过还真别说 如果我没怀表 那这部鸟放的还是很及时的 好了 鸟被打掉了 趁它差到的时间 诸诗的减速时间也快到了 我又活了 再坚持一会就压好鸟了 但是我突然发现 队友居然分开 是有最后一台机 机械是个先知需一台 条件是自己需一台 没错 那个自己需一台的 就是我表妹 可恶 他又在哼我 这不是易生生 要我溜溜台机吗 早了没有当机了 这里还有一块板车 看来要进行最后一次博弈了 诶 没打到 再来再来 又没打到 还是没打到 你过来啊 这一场博弈最终还是我赢了 这时候贤知跟街市已经压好机了 我想发个信息叫他们开机 结果 我发错了 我的妈呀 错过一波好时机 又要等十秒钟再发一次了 其实我应该发专心博弈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发了快走我走地窍 也不知道队友能不能懂的 如果不懂的话 那就是我坑了 哦 信号队友看懂了 满血浮河 溜了溜了 我去 差点没见过看见了 信号我瞬间蹲了下来 诶 你别过来 别过来 我擦 电子机器真的不需要视力啊 我穿的白衣服 他却没看见 那就不能怪我了 我已经给机会了 是他自己不争下 没心跳了 可以溜了 我已经听到开门的声音了 走地一看 哦 原来是机械式的娃娃 队友好像都不在这边 诶 糟了 结石被打倒了 不过幸好没有打在门口附近 最后蜘蛛也是放弃了 自留下的机械是一个人 小机械也是惨的 修机修到最后一无所有 好了 六五台机 哦不对 六六台机表演完毕 表妹多修了一台 真是个坑货呀 溜了溜了 大家不要忘记 点个关注啊 小机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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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